回家以后回到这封闭的屋根里边 焦虑失落还有烦躁 这位阿姨气质优雅 真看不出她会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 那她是如何化解的呢 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老年生活 您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是您比较向往的 我62岁正式回归家庭以后 在家里头确实有 因为工作习惯了 回家以后回到这封闭的屋根里边 焦虑失落 还有烦躁 我就在网上偶然间发现大千 然后我就找到大千 然后跟大千呢 马上调整了自己的状态 这退休生活我可以分成几块 第一块呢就是这个兴趣 兴趣爱好 我在大千上了得有好多门课 十几门课 我也在调整 因为你的兴趣并不见得 兴趣爱好并不见得你自己有这个本质 比如唱歌我喜欢 可是我的嗓音不好 像今年我就只调整到我身体能动的这些东西 像瑜伽 形体 什么古典舞啊什么的 我就是这些 我基本上能坚持着 坚持着 我也喜欢 在这个兴趣爱好当中呢 确实提升了自己啊 比如说挺胸 抬头 不让自己过早 弯腰 驼背 我觉得很好 真的很好 这第二块呢就是旅游 旅游呢咱们也可以分成这么这么几块啊 一块呢就是明山大川 比方说山 海 林 草原 戈壁 沙漠 当然还有冰川 这冰川我觉得就得留下遗憾了啊 这些地方我都是要看 特别想去的啊 感受的有美 第二种呢就是 名胜古迹 这是对自己是一种知识的提升 你看我比较喜欢 喜欢历史啊 考古啊 这些都比较喜欢 前年去了乌伦贝尔大草原 就感受了草原的那种一望无际 但是他并不茫茫的那个柔美 去感受那个 我觉得很好 那次我玩了平常课别深 写了大片的那种笔记 很棒 我今年呢又跟着大千去了敦煌 其实我去敦煌之前我做了 我还是做了功课的 七九八 他那有一个敦煌的那个 他把整个那个复制了呢 提前到那儿去 整个都看了一遍 是 然后咱们有一个动画片 做的就是 不是动画片 纪录片 做的就是 河西走廊的历史和作用 所以呢 我提前做了功课了 我刚才去看 和在实际当中 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 其中有一个什么权势 他就是当初在河西走廊里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驿站 非常重要 而且我就从这里我就能知道 新疆生产建设军团 为什么 它是一个既属于新疆的行政管理 同时它又单 它又单独的成立一个地方 这就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 屯肯 那叫属滨 那就是有有仗打仗 没仗在那儿进行建设 延续了只有两 两千多年 我觉得这是真是很不容易的 中华民族有两个延续 一个就是这个延续 他就是来云和河西走廊 还有一延续呢 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甭管是元朝的物主中原 还是清朝的物主中原 但是我们汉文化是一脉传承的 一直是传承下来的 就没有 中间没有做 所以我就对这个 对这些历史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所以我喜欢你 您觉得阿姨说的有道理吗 您想如何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呢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